各位海内外的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一地产学校 人数未化现场播的教学 我们的课程 除了考试到之外 主要包含 千万经纪人的培训的课程 有各大公司的老板 broker 开拓公司 不用包划 OK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我们现在就欢迎一下 谢谢 王老师设置计计这个地方 还真是很高科一点吧 原来一个很普通的办公室 变成一个电视台 就差一些台剧而已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卖money 里面不是有那个 在做股票的吗 他可以可以按一下 然后就什么声音跑出来 哈哈哈哈 那一个蛮好玩的 我们已经开始了嘛 是不是 所以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叫TJ 我中文名字叫肖廷章 你们就叫我TJ就好了 OK 我在美国待很久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 从从事做这个房地产投资呢 从TJ就 西元2000年又开始做了 专门做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所以呢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讲的 就是说有关跟大家一起这个 分享的这个经验呢 也是就是我这几年在做这个房地产的 所有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好和不好的地方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我们公司 所设计的这个房地产的投资的基金好了 OK 啊 啊在投资这个房地产方面呢 基本上我把这个房地产投资 会做两个 两大分类 OK 啊 对不起哦 这个都是还是英文的 有机会我会把它翻成中文的 然后把这个 啊 资料给跟大家分享 啊 投资房地产 啊很简单的两个分类一个是 就是我们说用Flipping Flipping的话就是 现买现卖 那现买现卖的话 基本上很简单嘛 就是买低卖高嘛 啊 你看什么样有什么方法去买低卖高呢 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买这个 呃 呃单独的一栋房子 那单独的这栋房子呢 你有几个 几个方法可以买到地价 那就是第一就是经过我们公司 来买这个法拍的 用法拍的方法 来买到比市场 还要便宜至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 这个空间和利润 然后马上装修 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卖 那另外呢 你可以买这个银行屋或者是 呃短售屋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买到我们所说的 呃Flipping 那就是说 呃房子本身就是 需要很多装修 需要呃 呃修理好以后 然后再马上马上拿出来卖那一种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买这种房地产呢 可以呃 呃 有收入的 呃基本上就是 可以拿 呃收租的 当收租婆婆 收租公 呃 通常我们买这种房子来收租的 就是买那种 呃我们所说的 多单位的 呃呃 的那个住宿 多单位像 condo apartment 之类的就是这种公寓式的 然后买下来呢 因为好几个单位 那所以就可以收很多租金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买仓库 现在在美国仓库是非常好赚的 为什么很多东西可以做 从 呃 呃 从就是说你要 呃 呃 进货啊 出货啊 或者是要做这个 呃 种东西啊 就比如说种植物啊 现在美国超流行就是这个种大麻的 然后在种大麻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呃 呃仓库里面可以种 呃 现在是合法的 所以拿出来讲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办公室 呃 呃就是用办公室来收租金 再来的话呢 就是买这种 shopping center 像那个 mall啊 呃商铺啊 呃商铺啊 自己的东西来买 和卖 呃给大家看这个 大概觉得很奇怪 这个这个不是呃 王老师的地方 这个是我朋友的一个家里 呃他基本上在家里在做这个 这个 day trade 那在 day trade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要用这么多的萤幕 来看这个 呃 来看这个股票 是全世界的 那 我看到他这个 station 做好了以后 我就说 算了我绝对不做股票 那基本上你在做这个房地产的 flipping 的时候 就现买现卖的话 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在买股票一样 因为基本上你就是要买低卖高嘛 所以整天就是要找这些很低的房产 然后买下来 然后马上把它卖掉 就卖高 那你要是做这个呃 收租金的话 那当然性质就不一样 你基本上 你最主要看的就是你租金所收的多少 那租金说去收越高的话 这个房地产本身的价值又越高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最近刚呃 呃 卖掉的一栋 呃 两个单位的呃 房子在那个呃 Bredondo Beach 在那个海边吧 呃 很高级的一个海 海边区 哇 在这里 呃 这个房子是在Vanderbilt Redondo Redondo Beach OK 呃 在加州靠近海 海滩的一个地方 我们买进的价钱呢 是93万 在去年7月份买的 买的时候呢 租金才收 一个单位收1400 另外一个单位收1900 所以全部才收3300 一个月 那个算他的 我们所算他的就是 以他的净值来算他本身这个 呃 以资金 他每月收租 跟他的房子 我们买的价钱来算的话 他每个月 他一年 只能算回来 呃成本的4% OK 我们一买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公司平常在做的东西 一个 卖掉的价钱呢 是从134万 从93万 卖到134万 卖的 是这个月刚卖掉 然后 所以差不多 第一次六个月 嗯 租金呢 第一个单位在我们卖掉的时候 已经收租是3490 第二个单位是收租金是4380 所以从本来3000块钱的租金 涨到8000块钱的租金 然后呢 在跟我买的那一个人呢 他们 以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 虽然说他们买的价钱高很多 但是他们可以 呃 每年可的回收 这个本金回收呢 是5.9% 比我们之前买的地方高很多 为什么呢 我们在买之前 其实这个房子是很烂的 基本上里面是跟现在的状况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里面所把它做的 跟一个这个高级住宅 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到那时候 呃 我们这个 后来弄好的厨房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 呃 弄得很高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公司 呃 呃 REC专门在做的事情 呃 从头到尾 这个一条人的服务 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在我们公司 有很多人 呃 来做这方面的投资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我们那个 呃 在一个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这个 呃 经纪人的例子好了 这个经纪人呢 他在呃 9月份2009年呢 他那时候开始了一个 这个 呃 房地产基金 成立了一个房地产资 呃 资金在那个洛杉矶这边 一开始的时候 他最低的这个 呃 起价 澳大加投资 是5万块钱 呃 投资 从一开始投资 所以他集资了将近300万 那买的东西地方很简单 他基本上只买 那个城县和那个洛杉矶郡 这两个地方的房子 然后呢 基本上他呃 任何房子 就是像康德啊 那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城市屋 呃 或者是single family 呃 就是说呃 还有这个呃 多单位的到四个单位的房子 他都会去买 他卖 他第一个project呢 是一个condo 买的价钱呢 是才23万而已 卖掉的价钱是30万 然后呢 呃 他总共 呃 他总共花了差不多 呃 六万四下去做装修 他卖掉的时候才赚5600 所以他到时候 他最到最后只有赚一个percent 这栋房子他是基本上没有赚的 但是第二栋房子呢 他才卖一呃 十一万三 卖掉的价钱是二十二万六 所有才花差不多两万七下去做装修 结果赚了八万五的这个净值 净值 所以这一个的呃 呃 这一个的那个呃 净赚 他总共赚了三十五percent 就是百分之三十五 他拿这三百万呢 基本上他就是 这三百万全部拿去买房子 他在这个呃 房地产的这个第一批 你可以去看 他总共 他这三百万总共买了差不多 十栋十一栋房子 呃 全部花呃 全部把这些钱全部花完以后 又做完装修 嗯 在他最这个最右边的这条线呢 就是他每一栋房子所 啊赚回来回收 最最低的呢 他可能赚不到一 但是最高的他有赚到三十五个 百分之三十五 然后这一批全部用完以后 他的这个从本来的原来的三百万的资金 已经 已经 到了三百二十七万 三百二十七万 这是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把它全部买下 又全部卖掉 他 这些钱买回来以后 他又全部拿进去投资 把全原来的就是 把原来的钱呢 从三百万 又变成到差不多三百四十万 等到第一年过后以后 他这个钱又越来越多 就是从三百三十万 三百四十万 到三百五 三百五十万 然后到三百六十万 从到 从他一开始 两千年九年到现在呢 他已经就是说 同一笔钱 他已经转了差不多十几次了 到现在这个 他这个资金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 他现在这个资金的 那基金的他这个 的回收 从本来是三百万 现在他的投资者 同样的钱 已经变成是七百二十八万 在五年的时间 你可以看他这个 这个钱的回报率 从本来第一年超过九个percent 第二年很惨到三十五percent 不过到现在五年六年以后 现在这个已经超过一百四十二percent了 从他原来的钱 就等于他的本金已经增加一倍 对 将近一百 一倍再多一半 我们在做这一个 基金的这个 的这个 投资回报率呢 要是以他的这个长期线来看呢 你会发现这个线 这个这个线呢 不是说 不是一个直线行上去的 它是一个幅度行上去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基金的涨的那个幅度 是比较慢一点的 但在后面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 的这个幅度就变得 会不会把这些转的非常快 非常高 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 这个现象呢 就是说很很有很有那个 安全的这个 这个幅度的这个上去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净值 还有这个 卖出去的价的价位 我们在买这个房子呢 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每一栋买的房子呢 基本上 都是赚钱的 你再看这个chart好了 我们把每一栋买的 我们在这个基金里面说 买的每一栋房子呢 的那个净值 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线条里面去 你会发现说 基本上 在买了这几百 这几十 这 这 将近几百栋房子里面 很少说说有房子会赔钱的 有赔钱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 因为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算的那个 算的那个 开销算的不够 你看但是你看的话 就是说赚最多的时候呢 有超过二十万 都有 一笔 但是赔的话有赔的话 了不起 就最多是七千或八千 而且是数量是非常少的 基本上是从来都没有赔的 你看这个就是超过零的部分呢 就是赚的部分 低于零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真的有赔的部分 赚跟赔的比率差别非常的大 这个图也来显示就是说 以这个买这个房子的风险 还有它的那个 净值的这个价差 我们把它拿来跟这个 Dowjohn啊 就是说美国道琼指数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 Standard Poor的这个指数 来比较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出来说说 以这个就是说 买房地产的这个浮动 还有这个风险呢 比那个 道琼还有那个 Standard Poor的那个指数 的那个 比较起来是差别非常大的 你蓝色的都是我们公司 就是说买这个房地产所得回来的这个 价差 然后这个就是说 历年下来这个 每年这个 每年这个 那个所 所回报的这个售率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低一点 不过到最后就越来越高 甚至一个幅度很高的幅度 幅度这样子上升的 基本上你可以看我们公司的这个 回报是这个红线 然后这个 就是说平常这个 参加股票的投资 或是 普通的股票投资的这个指数 这个 这个线的那个 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色是我们的指数 为什么会有这个价差呢 最主要是投资房地产吧 房地产的投资跟股票市场 比较不一样 我们今天在买股票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说 你今天一张股票是多少钱 你是不是就必须要买多少钱 希望说说等到这个股票会涨 或者会涨而不会跌 怎么说呢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说 你买股票不可能买到便宜的股票吧 就比如说今天 Apple股票是100块 你买的价钱都一定是100块 然后你只能说求求生保佑 它一定过几天以后一定会涨 这样你可以把它买掉就马上赚钱 对不对 你买Facebook股票也是一样 你买100块 基本上你就要求 求他说赶快要涨 要是跌的话你的钱就赔 要是涨的话就会涨 所以我们说买低卖高 基本上我们怎么知道说说 今天我买的价钱就是低呢 因为你只能买市价啊 对不对 你要是买 比如说今天好了 今天这个Facebook这个股票 从100块跌到90块了 本来是100块现在跌到90块 我们觉得可以去买了 但是要是你切入点是90块 买到了 它还是市价 你怎么知道说它明天不跌到80块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它跌到90块已经是很低了 但是这是市价啊 它还是有可能跌到80块啊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80块还不止啊 可能还跌到70块 应该大家都有碰到这个形形说 觉得说这个股票好像跌到可以买了 然后结果就去买 结果没想到它越跌越多 越跌越多 对不对 我们在买房地产就比较不一样一点吧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在切入这些房地产 在去买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比市价还便宜很多 因为我们是经过这个比较 特殊的市场去买的 基本上买这些房产呢 都是买这个wholesale 就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就是说 已经就是被拍卖掉了 就是已经就是贷款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房子的时候 基本上是其他在这个普通市场是买不到的房子 那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买的是便宜呢 好了比如说这个邻居呢 这栋房子的邻居呢 每一栋都卖一百万 结果现在银行愿意把这栋房子 七十万或七十五万的价钱给我们 我们看一下很容易就看到就知道啊 隔壁邻居都卖一百万 我们可以买七十五万 那为什么不买呢 我们不管怎么买都价钱比市场还低嘛 对不对 这等于就是好像考试一样 都已经是都 你都可以看看考 都可以看到答案 再来做决定怎么 要不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嘛 我们每一栋房子 我们看隔壁邻居买一百万 我们就买七十五万就好啊 隔壁邻居卖一百二十万 我们就买九十万就好了嘛 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什么 我们买的价钱都一定比市场低 所以每一栋房子百分之九十 没有九十五 有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吧 买的价钱都 马上卖掉以后 都有这个加差 那为什么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公司这个团队呢 来帮来做这个这方面的投资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 我们会有这个基金来帮大家做这个这方面的投资 我们这个投资的方法非常简单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跟大家集资 就是说 超过一万呢 到五万块钱给大家的投资 放在这个基金里面 基本上是我们差不多弄到三百万 然后呢 我们放在里面呢 基本上我们希望说在五年之内呢 这个基金它本身可以回收 我们给大家保证 就是说一个 百分之十 一开始给大家一个百分之十的这个 的补助 的补助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钱拿到了以后 我们就会去买 我们所谓的银行屋 法拍屋 或短售屋 OK 基本上都是在Focosure 就是这个被拍卖掉的房子 然后所有的房子呢 不管怎么买都一定会至少比市场便宜百分之二十以上 我们才会来买 然后买的东西呢 基本上是在洛杉矶 Aerbine orange county Riverside county 还有这个Saint Brandino county 就基本上在说南加州这些地方 我们为什么会选在这些地方呢 因为这些地方的那个 买入卖入卖出的这个频率是会比其他地方都高很多的 在买之前呢 我们都会做这个很professional就是职业性的这个房子的调查 我们会去用各种方法来去确定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 OK 然后另外看他的这个状况 还有他的这个特别的特别的他的特长 基本上像比如说在海边的房子啊 或者是有高尔夫球场的房子 之类的东西 来确定他本身这个房子的价值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买 大部分人买基本上condo啊 20万到60万啊 或者是房子啊 20万没有60万 基本上我们不想要买超过60万的房子 因为买下来以后我们就会确保的确定去拿到这栋房子的这个的拥有权 然后做弄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做装修啊 然后做完装修以后我们还会去把它的里面整个装潢起来室内设计 把这个里面的家具什么东西弄得漂漂亮亮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的那个相片一样 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卖 这些东西一条红服务 我们基本上公司可以全部从头到尾 全部全部帮我们的投资客处理 然后同时间我们要是第一买这些房子的话 我们也会全部都处理 然后我们要是一买完了以后 这些钱呢 就会全部回到这个基金里面 我们觉得以这个方法来这个投资啊 很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在五年之内就达到50%以上的回收 最高有可能到60%到70%甚至一倍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要是看到这个循环的话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钱呢 进来我们这个房里面 然后我们会给补助10% 然后呢再来就是会去买这个短售屋 银行屋或者是那个法牌屋 然后呢再来就是马上把这个钱呢 拿去做这个 Eviction 就是把他那个之前的屋主赶走 赶走以后我们马上就是做装修 把它装潢起来放家具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来呢我们会把它 基本上我们会两种选择 马上把它拿出来卖 或者是开始收租金 然后收完租金以后就把它拿出来卖 卖完以后这个钱呢 就会回到我们这个 原来的这个投资基金里面 所以大家对这个基金呢 要是有兴趣 有兴趣要询问的话 也可以随时跟我讲一下 另外一个给大家看的这个是 我们基金的投资的另外一种性质 和另外一种投资项目 像这一个的话是一个 我们公司现在做的另外一个计划 是这个 就是说住宿和商业两用的一个 的房地产 基本上呢 这个 这个 我们一开始买的这一棵 这个地呢 是在这个Arcadia 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的location 一个位置 它的位置呢 就在这个Arcadia的地铁隔壁 然后在它的商务中心的正中央 现在呢 要做这个项目呢 基本上以地它本身是差不多400万 那这个 呃 现在已经通过可以盖 19个单位的这个 呃 的condo 这一个单位呢 都可以做这个两房两浴 然后超过 呃 1000到1200尺 我们觉得说这个condo呢 基本上一个单位可以到时候卖 可以卖差不多 呃 呃 光这19个单位它本身的价值就有差不多在 呃 1350万 1300万以上了 在另外一家楼下 我们要做这个商 可以做商铺 那这个商铺差不多5000尺 呃 现在的计划是做一个像Starbucks 一样的这个星巴克这样子的咖啡厅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可以做像这个呃 7-11 之类的这种呃 便利商店 可以给所有的住宿 还有附近的这个商务 全部的一起来用 它本身的价值应该至少可以出租至少4块半一尺 4块半一尺的话 现在楼下这个5000尺的商铺 也差不多有250万到300万的价值 所以这个project 整个到全部盖好的时候 大概有一千 呃 1500万以上 1600万以上的价值 我们现在以400万的方法 就是我们买入的价值 差不多400多万 就是呃 我们呃 到 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盖好以后 商户全部放进去以后 这本身价的净值 还有回收 也还有还有 还有差不多将近500万的 呃 回收和投资 要是就在盖的部分 是由银行 呃 来做这个贷款的话 那就是本 呃 就是本身的这个投资 回报率是百分之百 放500万进去 400万进去 有差不多五六百万的回收 所以差不多是 呃 一百五十percent的回收 这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 呃 呃 房地产投资方案 在呃 在在美国 在我们公司可以拿到的 要是各位同学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我是DJ 是REC Development 好不好 我的电话是 626 712 7811 或者是打到公司 是626 821 0655 可以找U0 或者是 可以 可以 那今天暂时就先这样走 哈哈哈 OK OK 没有问题啊 我们这个TJ大老板 时间宝贵 谢谢大家 有问题就直接找 找REC 找TJ就可以了 OK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 3 1 1 2 1 1 2 2 2 1 2